作者 风行烈 我是莫竹 金采马上开始 秦傲天眼睛酷酷的一瞪 很瞒不讲理的道 谁敢说我的小风做的是坏事 我们这明明是诚挚恶霸 为民除害啊 奥峰差点喷出一口口水来 别人就是敲诈勒索 他们就是为民除害 哼 包庇 十足的包庇 翻了翻眼睛 奥峰心中对他的一味溺爱 很是受用 嘴上却疑惑道 大哥 你什么时候 也变得这么黑了 秦傲天斜着眼睛看他 眸中满是笑意 和你在一起待久了 还能变白不成 这倒也是 奥峰抓着脑袋 黑黑一笑 深有所感 不论是雷玉峰 还是秦傲天 都是被他带坏了的 奥峰说 找个人告诉他去 是说着玩玩的 却不知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二人没走多久 灵宝堂的门前 就来了一批人 十几名男子 周身包裹着 强劲的气流刚风 宛如一双无形的大手 将过往的人群 推向两边 硬生生 分出了一条道路来 人潮尽头 那一队人马 就这样 抬头挺胸 趾高气昂地 走到了灵宝堂门前 就是这里 永哥没错 就是这儿 衣着光鲜的几名男子 簇拥着一位壮硕大汉 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汉子看上去三十余岁 体格健壮 两眼中似乎有闪电掠过 刚毅至极的面容 犹如刀削 一路行来 普通的天洁高手 稍有靠近 便觉得一阵阵窒息 不由得大惊失色 人群中 有些人窃窃私语道 不会吧 常语阁下在别人身后呢 看上去 好像还是个跟班啊 会怕帝王训寿者 是什么尊贵的身份 那个人究竟是谁啊 这个不知道呢 也不清楚 这奸商老板 怎么惹上迅寿师工会了 看戏看戏啊 店中的王行看到长羽 脸色顿时白了一半 还以为 他们是在自己店里 买了些什么水货 跑来找自己麻烦的 勉强迎上来 有些艰难地笑了笑 谄媚道 几位迅寿师工会的朋友 你们是要来挑选 什么换器吗 古风阁下前两天还寄卖了一些作品呢 我给你们拿来 奸商就是奸商 奥峰他们来的时候 古风炼制的好东西都不会拿来给他看一眼 当然 奥峰也不稀罕就是 王老板 不用磕头了 我们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难道我们还缺那几个换器吗 常宇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两大工会速来互不买账 之间的贸易却从未终止过 所以双方各自不缺换器和换兽 王行尴尬地笑了笑 那阁下您找我是为了 不是我找你 是这位基勇阁下找你 你最好稍微幽着点 这位阁下对我们训寿师工会来说 也是个大人物 常宇有些骄傲的一扬脖子 指了指旁边的壮硕大汉 是这位阁下前来买东西 贵客 王行吓了一大跳 见鬼 训寿师工会这帮眼睛长在天上的家伙 都能称之为贵客的人 实力和身份的尊崇可想而知 王行一边琢磨着 是哪里惹着这位大人了 一边暗暗算着大路上的高手 却诡异地发现 好像没有一个 特征能和这汉子吻合起来 这家伙难道是神洁高手 连长宇这老家伙也这么恭敬 只有神洁高手有可能 王行越想越心惊 颤巍巍地等着对方的使唤 壮硕大汉在周围走了一圈 好像在试探什么似的 走完了之后 却默地皱起了眉头 对身后那名华裔男子摇了摇头道 刘帝 没有啊 我感觉过了 一点气息也没有 当时 你是不是感应错了 华裔英俊青年也走上前来 到货架旁边 微眯起眼 慢慢扫视着每一样商品 待他全部看完 也是一愣 这 不会啊 我的感觉绝不可能出错的 勇哥 我虽低你一接 也在七件水准 不可能那么容易感应错误 我当初 是觉得有东西隔着 这才叫了你来 难道那样东西 已经被卖掉了 那样东西 鸡尾 你们是来买换器的 王行一见不是找麻烦的 还有生意可做 马上把脖子伸了出去 壮硕大汉鸡勇 微微汉手道 嗯 没错 我弟弟昨天路过这里 感觉到你店内 有一股能量波动 说是罕见的极品能源结晶 不过 感应不够清晰 当时手中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这才放过了 等着今天我来 亲自找出那件东西 不过现在那种波动 就没有了 如果他的感应没有错 应该是你这一天里卖掉了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你一共卖掉了多少东西 或者 是不是你把东西收起来了 能源结晶 竟然是这样 没想到这奸商老板 居然还能碰上这么好的事 听这些人的口吻 那你就上话大价去 买下那能源结晶啊 可不是吗 围观众人惊讶地讨论起来 从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 王行脸色一僵 犹如被踩到了尾巴 默得就像一个弹簧似的 蹦起来三尺有余 声音也犹如女人般尖锐起来 是的 你想起来了吗 你卖掉了几样 都卖给谁了 华一男子姬柳 也追着他问道 能源结晶 可遇而不可求 生命结晶 就让人争破了头 这时候 突然遇见一个 那心情可想而知 王行吞下去一口口水 颤巍巍地试探道 那 大人 你们要找的那东西 究竟值多少钱呀 多少钱 我们从来不给钱的 我们给的是这个 华服男子姬柳 呵呵笑道 举手一翻 掌中顿时出现 一个颇为宽大的小瓶子 里面装的是 晶莹透亮的蓝色液体 周围不乏食货者 一瞧之下 便惊呼道 老天哪 是华尔斯啊 这么的华尔斯 有好几百地吧 众人的议论声中 那壮硕汉子 鸡勇爽快地笑道 你要是有那件东西 我们愿意出 一千笛华尔斯 来购买 极品能源结晶 可不是哪都能找到的 这位老板 你想起来没有 哇 一千笛华尔斯 妈妈咪啊 我还从来没有 见过那么多的 这王邪这次 是发财了 拿出一千笛华尔斯 这真是太可怕了 羡慕的声音不断传来 哪知那王行却是脸如死灰 砰的一声 两腿发软地坐在了地上 面如死灰 脑子里仿佛一片空白 磨得张大嘴巴 脸部的肌肉 不住抽搐 像是疯了似的 嚎啕大哭起来 众人顿时吓了一跳 哇 这老家伙实来运转 哭了这么大话了一笔 怎么不笑反而倒哭啊 而且这哭得 跟死了爹娘似的 哎 我说王翔 你先说清楚 大人们需要的消息 再哭行不行啊 长羽在一边 冷冷哼了一声 很没有同情心地催促道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